这次踪影边境冲突 印度可谓损失惨重 印度国内访华情绪还是很严重的 要求报复中国的声音也较为强烈 尤其是反对党 开始大势地批判莫迪 面对中国表现太软 对莫迪来说 当前的情形压力不止中国 在其身上至少有五重巨大压力 第一 疫情压力 每天确诊一万多例 印度疫情实际情况 要比现在严重得多 但莫迪政府对控制疫情 可以说是无能为力 二 经济压力 印度失业人口高达1.2亿 未来还会增加 印度经济将会出现较大幅度的衰退 这个问题对印度来说 也是无解 外需为谋 内需不振 政策转环几乎没有空间 三 舆论压力 印度内部的反华情绪高涨 舆论要求报复中国的声音 也已经较为强烈 这对一贯以强硬的明确主义 是好的莫迪来说 是个巨大考验 既表现得足够强硬 又不至于让局势失控 是来自国大党的压力 国大党在2019年5月的选举中大败 这次是一次很好的反击的机会 他们会拿此事攻击莫迪的政策 批判莫迪软弱 五 周边局势压力 除了来自中国的压力之外 巴基斯坦 尼泊尔都对印度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巴基斯坦与印度在克什米尔地区一直有交战 尼泊尔借机也抢回了被印度占领的部分领土 所以在我看来 莫迪现在的确是乌落偏粉连英语 对中国如果太强硬 那么这是与中国军队的对抗 已经证明 印军在面对解放军时不堪一击 而且这还是在没有开枪的情况下 真要是开了枪 印军被消灭的会更快 在中国这个方向 客观上印度也是有些奇虎难下 轻了国内压力打 重了直接会被中国掰断 坦率说 显然这次对中国的教训了印度 但中方对印度还是很够意思的 一方面 中国无论是外交部还是解放军 表态除了底线清晰外 都是比较柔软的 给印度留足了空间和面子 中方并不希望两国矛盾激化 而是希望印度不要挑衅 另一方面 中方刚刚示范了印度的实名俘虏 其中包括一名中校 和三名少校 之前印度媒体就报道 印军士兵有34名失踪 这些人实际上是被中国给俘虏了 期间有外媒报道说 已经示范了大部分 这次又示范了失明 这次应该是全部示范了 或者说接近示范完了 说起印度的这些俘虏 综合各方信息看 中方真的不能够算俘虏他们 应该是救了他们的命 是他们的救命恩人 据消息称 这些印度士兵被解放军追得慌不折路 纷纷跳进了加勒万河谷 加勒万河的河水现在零下十几度 人跳进去很快就不行了 所以这些被捕的人实际上是幸存了 他们虽然是俘虏 客观傻 确实被解放军给搭救了 真的如果没有救他们 大概和那些被冻死的印度兵一个结局 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解放军没有救他们 原因很简单 他们已经回到了时空县印度一片 中方人员不方便去救 但谁能够想到印度人自己也不救呢 印度那边来的部队 好像连个医疗队都没有 因为根据印度的建制安排 旅以上才有医疗队 这次来的大概是一个营 不知道这次事件 会对印军的心理产生怎样的影响 事实结果是 逃跑比投降当俘虏更危险 逃跑的都冻死了 被掳的得到了中方的及时救治 那么下次双方再来一个硬碰硬的话 是不是直接投降当俘虏算了 这样还可以活着回去当英雄 对印度兵来说 到底是照片挂在墙上 还是活着接受勋章 这是直接相信印度士兵心里 也会好好地盘算一下 被放回去的士兵应该会好好地讲述 他们的精神事迹 中印这次对抗印方为了表现强硬 印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冲突后的第二天 就派了大量部队开完了拉达克地区 毫无疑问 印度是作截心虚 一方面担心中国趁审追击 另一方面也是需要做出姿态表现强硬 而且为了灭掉国内的舆论之火 莫迪至少也得在姿态上表现得足够强硬 根据外媒的报道 印度已经在中印真影地区 附近的拉达克地区部署了1.5万名士兵 但对于莫迪政府来说 更大的问题在于自己并不能够很好的约束前线军队 印度军队有自己的想法 如果接下来莫迪不能够很好的诊束印度军队 促使印军继续地在前线冒险 那么莫迪就可能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 所以中方在商讨中明确要求 印度政府要严格约束前线部队不要挑衅 这显然是有所指 也是在警告印度政府 不要被前线部队牵着鼻子走 把局面搞到不可收拾 于是同时 国大党最近在议会表现非常活跃 如果人民党不能够团结自己的政治联盟 形成对国大党在议会的压制 学着国大党在议会活动的加剧 各班的基层民意可能被挑起来 到那时莫迪可能迫于压力 不得不采取一条新行动 那时候倒霉的可就是印度政府了 事情会不会越闹越大 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但留给莫迪的时间鲜然不多了 对莫迪政府来说 如果和中国爆发持续对抗 印度将不得不面临着另外物件痛苦之时 1.巴西斯坦必然趁机发起对印度的攻击 争取在克什米尔更大的控制权 现在克什米尔是平衡状态 印度略显优弱 但是如果印度不得不和中国拼血 那在克什米尔地区将压力巨大 丢掉部分领土的控制权是完全可能的 2.尼泊尔反向的压力 尼泊尔原来有两个共产党 一个是尼共联合马列 一个是尼联共毛主义 这两个政党后来在大哥的戳合下组队了 2018年组成了尼泊尔共产党 而在之前的选举中 尼泊尔共产党取得了大省 现在尼泊尔与中国关系密切 中国在帮助其进行经济发展 就在刚刚尼泊尔方面借中印的博弈之际 强势反击印度 夺下了一部分被印度占领去的领土 尼泊尔甚至印度会不断地尝试尼泊尔 直到像之前印度通病了西津那样 吞并尼泊尔 所以尼泊尔大力发展与中国关系 现在借着中印决力之际 强势反击夺回了部分领土 意味着如果印度与中国继续推高对抗强度 那么尼泊尔也会更加强硬 可能会从印度手里挪回更多领土 尼泊尔境内的大坝项目 之前也交给了中国 这个大坝可以调节衡水的水量 如果尼泊尔完全倒向中国 印度将会非常的难受 3.施里兰卡和马尔代夫 可能会加速倒向中国 近些年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施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都看到了 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的好处 而且与中国发展关系 能够约束印度对他们的际遇 因为印度也想吞并他们 过去这两个国家迫于印度压力 是比较克制的 但如果事实证明 印度面对中国不堪一击 包括巴基斯坦尼泊 都在冲印度身上开游 那么这两个国家 一定会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这会让印度未来很难受 中国在施里兰卡和马尔代夫都在建山水港 施里兰卡甚至把科伦坡港全部的交给了中国运营 马尔代夫就在中国的支持下 正在推进天海照道工程 如果搞急眼了 这两个国家都让中国建军港 印度的麻烦就大了 是缅甸和曼加拉也可能给印度带来麻烦 缅甸之前一度是摇摆的 在军政府时期都有些摇摆 西方下了大本钱 终于让安商书记上台了 但是安商书记是真的乐爱缅甸 没有去当西方的傀儡与中国为敌 恰恰相反与中国保持了友好 中缅关系反而现在是最稳定的事情 缅北的问题也缓和了很多 除了缅甸之外 还有孟加拉国 中孟之已经开展了深入的合作 这些合作都没有印度什么事 因为印度根本没有办法 和中国拼经济和工业能力 发展这是印度玩不赚 当缅甸和孟加拉 也和中国关系越来越紧密的时候 印度的周围可就剩下一个 对印度敢怒不敢言的小国不单了 不 印度的经济名声问题 意味着印度耗不起 印度经济其实是很脆弱的 根本经不起折腾 这个时候如果与中国发生对抗 可能会引起联手反应 这个对印度的国力消耗就太大了 周边国家如果又都不站在印度一边 印度内部的压力就太大了 莫迪政府恐怕也承受不起 所以对印度来说 局面的确是既复杂又难受 甚至都看不到期望 这个时候如果印度与美国联盟 那么将会打破原来在东西方的平衡 彻底得罪中国的结果麻烦很大 那么印度的出路在哪里 局面就是现在这样的局面 留给莫迪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切开莫迪会做怎样的顺政 如果继续挑衅中国 那将是最长的一条路 即将与美国联盟方案